發出慨談,港人出現疲態,北京恢復冷漠,港府變得囂張, 將極大影響香港的政治生態,令普選前景更加暗淡。 回望過去,展望將來,不少市民都認為香港有太多爭拗, 希望來年大眾以和為貴,香港社會減少紛爭,凝聚共識, 讓特區政府集中精力解決房屋等經濟民生問題。 但是,美學的願望可否實現呢? 我們先來聽聽資深傳媒人唐文先生, 對2014年香港政治前景的展望和分析。 今日的話題是,元旦投票反應冷淡, 泛民依能代表民意。 不管大家如何依依不捨,又說人人盼望, 時光總是按照自己的國步走過。 2013年,不緊不晚地消失在我們身後, 2014年,隨之不脫不疾地來到人間。 每年到了這個宋舊迎新之際, 我們都會對未來365天寄以美好的願望。 無論是在紐約時代廣場, 隨著水晶球下降倒數的人, 或是在維港兩岸, 看著摧殘煙花尖叫的人, 乃至家餐桌上, 和家人平靜食團連飯的人。 如果你問他們的新年願望, 世界和平,親人平安, 大得是最標準的答案。 這樣的願望並不奢侈。 日本來說, 大多數人都可以有望享受得到。 但是顯而易見, 並非每一個許這個願的人都能夠夢想成真。 據說, 從一三坡年到一四, 寓意一生一世。 情侶就選這個時刻示愛或者求婚, 甚至成家。 但是幾乎可以寫包單。 這些選好日子的男女, 最終分手或者離婚的比例, 不會因此而降低。 無他, 願望是美好的, 現實卻是殘好的。 風雲變幻, 處處皆然, 年年皆然。 無話一廂情願的事。 即使是看來必然的事, 亦都可以變得出人意表。 在新的一年之中, 香港政壇最具爭議的事件, 毫無疑問, 是2017年, 特首普選方案諮詢。 政府推出諮詢文件, 已經將近一個月, 反應非常強烈。 法民十分堅決要求, 沒有援纜、 沒有篩選, 以及公民提名。 但是政府, 雖符合基本法, 以及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立場, 絲毫未見鬆動。 以目前雙方對時的態勢來看, 似乎不可能妥協。 但是世事難料, 誰能夠保證, 在餘下的幾個月之內, 這種態勢不會發生變法呢? 上當初, 討論2012年立法會, 選舉政改方案的時候, 民主黨最終轉態, 與政府達成共性, 並獲得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, 紅博培贊賞。 此及當時的美國駐港總領事, 楊蘇大歡迎, 誰能夠保證這一幕, 鐵定不會重現呢? 即使民主黨, 將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大敗, 歸咎於那一次妥協, 金煤或者死產到底, 但是誰能夠保證, 這一次不會有另一個黨, 或者三五個泛民議員轉態呢? 關鍵在於香港的主流民意有多強大。 泛民在元旦日辦的全民公投, 原來預料會有數十萬人響應, 最後卻只有六萬多人投票, 只是登記選民人數的零投, 點票結果, 自然符合主辦者的願望, 但既沒有法理基礎, 又非人多勢眾, 這樣的公投, 如何能夠代表主流民意呢? 為了爭取所謂真普選, 泛民元旦日上街遊行, 但香港遊行集會無日無之, 又能夠對當局形成什麼巨大壓力呢? 佔領中環是必定會發生的, 因為已經做了這麼多功夫, 如果能緩一腳發軟題, 就只能夠成為笑話, 但佔領了又如何呢? 從此就不撤出嗎? 香港有史以來, 第一次普選最高行政領袖, 絕非容易, 注定要好事多磨, 2017年未必成事, 當然也未必就不成事, 事在人為, 事在全香港人為。 唐文認為, 在新的一年中, 香港政壇最具爭議的事件, 毫無疑問就是2017年, 雙方最終能否達成共識, 關鍵在於全香港的主流民意有多強大, 香港有史以來, 第一次普選最高行政領袖, 注定要好事多磨, 不過唐文就認為, 事在人為, 事在全香港人為。 對於今的話題, 你有什麼看法呢? 歡迎特地來講,